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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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頸鹿總共有四隻嘛 就跟你照顧四個不同的小孩一樣 牠每一隻長頸鹿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個性 然後可能喜歡吃的食物也不一樣啊 然後習性也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在做動物訓練的時候 就要因應牠們不同的個性來因材施教 因為長頸鹿呢屬於大型動物 所以一隻成年長頸鹿可能會高達800公斤 那牠攻擊的方式呢是甩頭跟踢腿 無論是在野外還是在眷養的環境下 牠如果受到緊張受到刺激 牠都有可能會有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在照顧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 然後還要維持安全的距離 然後也要小心隨時警惕 觀察牠有沒有緊張或者是生氣 四隻四種方法 就跟小朋友一樣嘛 有的人喜歡吃藥粉 有的人喜歡吃藥丸 那我們長頸鹿也是一樣 有一些呢可以直接餵 有一些要用吐司加蜂蜜 用甜的東西 味道重的東西去引誘牠吃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塞到水鍋裡面 或者是混在飼料裡面讓牠們吃 基本上呢就是 會做我們這行的一定都是以興趣為取向嘛 那當然因為能把興趣當工作 心情一定是不會太糟的 那將來不管有沒有繼續在做動物保育園 或是有沒有繼續待在同一個環境 那我應該這輩子都會從事跟動物相關的工作 這個島上的湖口比較自由 可以往外跑或者是去外面玩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把大家都招回來 確定大家的數量都沒有問題 然後健康狀況也都OK 像我們給牠發食物的時候 因為牠們會很急的想要搶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有兩隻在那邊爭 就是看誰先拿 或者是說牠會直接跳上來巴你的臉 就是要趕快拿到食物這樣 因為我最一開始其實是比較想要做獸醫 那在接觸了動物的生死之後 會比較擔心說 那我就是我們的照顧方式如果不好的話 就是會間接導致牠們一直需要去看醫生 要吃藥 對所以到後來我會比較希望 能夠照顧更多的動物 然後從我們飼養的方式著手 也就是可以過得比較健康啊 就是可以快樂的長大這樣 牠們平常的話會吃 像我們餵的話會餵麵包蟲和麥皮蟲 然後還有一些輔助用的飼料 來均衡牠們的營養 那剛開始徒手抓著 對對對 真的太怕了嗎 欸其實這一開始蠻怕的 因為就是蟲嘛 大家都很怕 那久了其實來這邊之後 開始接觸這些動物 因為牠們一定都是吃蟲的 久了之後就比較不會怕了 我們會從事這種工作就是 一定都是有興趣的嘛 那像這種工作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接觸到 我們有興趣的動物 然後同時的話 當然就是還有賺錢嘛 所以一舉兩得 就會覺得 欸其實 你把興趣跟工作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這是個蠻不錯的行業啊 其實要做這個工作的話 雖然說你要就是 第一個就是要對動物相關的一個知識 一定要有一定的了解 當然因為這個是 就是沒有一個科系 會教你怎麼照顧長頸鹿或犀牛 這種東西一定要進來才了解 那你要至少對一個動物的 最基本的一些感覺要有啦 就是 像是有些不要太過溺愛啊 或是怎樣的 這種的感覺 就是這種的觀念會要有 然後再來的話這種工作 其實不像一般人講的 這麼的有趣 它有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每天會照顧到 像犀牛長頸鹿 它們其實每天會有不一樣的行為 或是一些挑戰等著你 對